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,X是正整數 而且這個數是一個整數 那因為這個一定是正數 所以它一定是正整數 好,首先 當然也有可能等於0 不過在這裡的話,不太可能等於0 如果等於0的話,這一定要等於0 那是奇數啊,這是偶數 所以你奇數兼偶數的話,一定是奇數 那0是偶數啊,所以不可能等於0 那既然不可能等於0的話 所以這個它一定是正整數 好,那因為它整個的話呢 是一個正整數嘛 所以它裡面一定要能夠完全平方 那我們看這12,12等於2的平方乘以3 所以你13-2X 裡面一定有一個3的因素 再乘以一個呢 某一個完全平方數 也就是13-2X 一定可以被3整數 而且再乘以某一個呢 完全平方數 好,然後這個它又要什麼呢? 又要大於0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它有大於0 大於0 大於0 大於0的話,所以我就曉得 2X 它在大於1 小於1 這把它移過去 2X移過去 那2除過來 2X是小於13 也就是說X 它是小於2分之13 2612 6二分之1 也就是說它X 它是小於等於6 那X是正等數嘛 所以它是大於等於1 好,再來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我把它乘以-X 就-2X 這小於等於-2 乘以-2 大於等於-12 然後再把它加13 13-2X 小於等於加13 這11 大於等於-加13 這1 然後再給它除以3 我除以3 除以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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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A平方 所以我就曉得 這A平方 它是小於等於1 3分之11 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3分之1 所以它一定是 這個一定是大於等於 這個是整數嘛 A的話是一個整數嘛 那正整數的話 所以這個一定是大於等於1 A平方 它是小於等於多少 這個是3又呢 3分之2 小於等於3 大於等於1 然後開根號 A小於等於1 跟號3 大於等於1 那這1點多嘛 那A的話是正整數 所以A它是小於等於1 大於等於1 所以它A總是等於1 好 那A等於1以後 把它帶進來 所以我就曉得 13-2X等於3 讓它移過來 2X等於1 13-3是10 所以X等於5 大於X等於5 大於X等於5 1 1 2 3 4 6 5 感谢观看